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乱了 太乱了 讲到未来 讲到未来 咱们还是先讲讲这个眼前的现实 先讲讲眼前的现实 眼前的现实出现了一个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但是今天 我跟你说 义军 我觉得干咱这行 所以我紧急改了 我跟你说 周义军女士 哎呦我天啊 林可明非常明 你们随便这样 我觉得就是干这行 我早就觉得有点干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什么让说不让说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是因为 我有时候甚至现在希望做一个调查记者 因为任何事情 事实 真相是第一位的 对吗 但是你看 咱们这叫一个talk show 一个聊天 一个聊天节目 我现在觉得评论节目遇到一个困境 就是你只能依据于公开媒体 所谓权威媒体的调查 可是今天媒体没有权威 那么于是稍微你要有点良知的话 你知道我现在天天觉得我在造口业 就是您说的这些个 您都是报纸上看来的 互联网上看来的 朋友圈里看来的 可是这些事 一出就反转 一出就反转 你这有真格的吗 我看到了一个新的商机 你这个枪枪应该直接成了一个调查部门 真的 你知道我跟你刚刚说 最聪明这个人聊 他就说未来的媒体会什么样子 他也不知道 他讲了很多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状况 但现在怎么怎么样 他说大部分记者会被人工智能给取代 除了调查记者 他说主持人都会很快被取代 跟机器聊天也很顺畅 但是呢调查记者不能被取代 没错 我最近正在研究 佳慧 就说枪枪三人行的主持 是有望通过AlphaGo那样的激励 咱今天说点题外话 真的 我跟你说 乙军 我那天听他们这个杨强教授 我认真讲了AlphaGo的这种策略选择 我就跟他说 这就是我主持枪枪三人行 我脑子里发生的事情 我给你举一个 大家很多啊 这个这个 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三个人谈话 啪这个话题到这儿 你知道在我脑子里有四个叉 就是说 这个话题要往哪个方向去 往这个方向去呢 也可能聊得更好 也可能聊得更不好 也可能能聊出料 也可能聊不出料 你要判断 这就是一个价值 但是你又不可能真的咱们去这么聊 不可能穷举 所以我说在我脑子里发生的 其实就是一个策略判断 就是咱往哪聊 往东往西 跟这个AlphaGo内部发生的 这个下棋的 这个往下走 你太谦虚了 因为像这种策略思维 每个人都会 真的 每个人因为很自然的 不然你面对生活 每天从小孩张开眼睛 24小时 我要吃什么 怎么样吃 都已经在做了 有没有警觉是一一回事 像你主持了其中一个特别的地方 不是这种每个人都做的策略思维 而是说你会自我学习 因为策略思维人的大佬 像AlphaGo也是这样 他要另外一个阶段学习 他知道错 所以认错是人类那么重要的事情 我知道错 我知道比方说这次你跟我讲 我们这样三个人 我讲这句话 你把我的话引到另外一个方向 然后你马上知道错了 就说不对啊 这样家辉就讲不出什么 或者说讲到另外一个不好听的话 然后你杀一次 或者说接下来15分钟之后 就不往这个方向 再往另外一个方向 或者说你回家 当播出这个三人行的时候 文韬非常专业 每次都看 然后看完之后打电话来骂人 家伟你要 真的吗 我怎么不知道 你那聪明在这里 他每次都问我说 其实你上次说什么了呀 没有他聪明 他不自己骂 他找送信来骂 对他聪明 所以我觉得这个专业精神 其实假如你说你上AlphaGo的话 实时是像这个 AlphaGo上人 就是说懂得学习 懂得认错 然后才能进行 但我想问一个 其实是不是人工智能是不会提问题的 他比如说他能打你的问题 你们上次不是玩那个小机器人 他能打你的问题 是不是他不会问问题 我历史说因为对他可能很出局 但就是我的历史说人工智能再先进 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但人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对就是他现在就是解能解决问题 但是他不会提出问题 提出问题就是欲望了嘛 但是这仍然是一个模式 就是你可以跟他输入很多主持节目的这种 问答问答问答 他基本上他就知道 对吧 他就是我的套路版 假如我有套路 但是我认为我没 你放假的时候 对 我认为我没套路 但是也许他通过 他能感觉到我有套路 这也很难说 对吧 当然我就是 所以说我最终必将被取代 这是肯定的 现在就差不多了 现在 有个东西我们这个话题还可以说 Facebook最近好像停了一个program的设计 因为他好像弄出一个IT的虚拟的人 可以跟你对话 而更可怕的是什么 这个人虚拟的人懂得说谎 他懂得骗你 他懂得用一些虚假的资讯 虚假的话来引导你其他的话语出来 后来Facebook还有相关的研究人员 就觉得这太恐怖了 太危险 等于是说那个眼镜 以前不是说有Google Glass眼睛 说太危险了 对于他们没有准备好 not ready 迎接一个会说谎的人工智能的人物 可是那个说谎也是输入进去的一个程序 他不是自己产生的要说谎 没有 他们说未来很长时间内 人工智能都不会有意识这个东西的 没有 他不意识这次说谎才恐怖 因为假如我们用说谎这两个字 已经是我们其实有个道德判断 说谎嘛 谎话嘛 不好的 假的 这不做 不是 他现在已经可以把这个东西 学习 这个东西 并成说从这里等于也是创意了 把不同的information 不同学习的experience 经验扎进来之后 可以发展出一个新的思维 是我们没想到的 而那个思维可能是假的 他知道只要我外加一点什么东西 我的整个故事就变成另外一个故事 那故事不真实的 他可以骗你 而他不知道这是骗 那才是恐怖的东西 我昨天正好看一科幻电影 《女孩儿有点旅途寂寞》 跟机器人聊天 都能设定那个诚实指数 想让他多说点真话 95%的诚实 60%的诚实 当他的谎话里边还有幽默指数 这玩意展示 所以当然嘉辉指出的这个东西就更可怕了 就是说这个 要是将来机器人工智能 甚至接管了这个 比如说政府管制 有人说还在接管国防 好家伙他还会撒谎 那是什么公关策略 你知道现在一个很可怕的问题 我就觉得 当然我们不能说是大面积的问题 但同样我也不是调查记者 我不能说 但是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 至少在中国某些基层单位 比如说这个公安局派出所 他发一个公告 这个公信力到底有多么大 这个是值得探讨的 对吧 就比如说 为什么我就想这个事就说起来啊 就是在这个河南吧 周口吧 周口下面有个西华县 发生了这么一个事 最近闹得特别大 就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 说被他副校长 被俩老师强奸我十好几回 然后他的姑姑就发了个微博 轰动这个网络舆情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是吧 就是你看这是他姑姑发了 他姑姑发了呢 好 就是说你看我侄女 我侄女都是化名了啊 侄女投诉 然后呢这个警方 他说的是这个当地县的这个警方 不与立案 警方给我们一个不与立案通知书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县的警方发了这个 这个小女孩还还举着这个东西 说这个性侵数十次啊 这个救救我什么的 然后你再看下边 好 这就是这个西华县公安局 不与立案通知书 因为就说据这个公安局的讲呢 就说做了这个医生的鉴定 说是处女膜没有明显的这个猎伤 但是当然也有人说 性侵也不见得处女膜 非得伤啊 对吧 然后你往下看 但问题在于呢 这个事闹大了之后 抨击更高一级的周口市公安局 说话就谨慎一些 说我局已经注意到 网上反映西华县的 这个女生被强奸 有关公安机关不与立案的舆情 我局决定 由市公安局组成专案组 联手对该举报案情的这个调查 那意思就是说 重视大家的这个舆论 就是更高一级的公安局组成了专案组 你再看下边 好 这又是什么 这个西华县公安局7月4号 关于对这个网民 就他这这他姑姑啊 发布严重失实的一个情况通报 你说有意思的是最新消息呢 是还是你们以前的就新华社还是什么 我我我我记不清 反正权威媒体就采访 这个女孩呢就痛哭流涕 说对不起叔叔们 我撒谎了 他他撒谎了 他说当时呢 这个这个警察就说 你你一定要说呀 你不要怕 他说越这么说啊 我就越撒谎 他姑姑呢也出来道歉 说没这事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 今天我们啊 对于这个真相的焦虑 你相信哪个声明 你相信最后哪个言说 对 我我我先 我想先说一句 我们的公安部门啊 说保护隐私 这个不让人说用化名啊 但在某当中有一张图片上面 那个不 我就不 我就不说是哪一张了 上面没命用的是人家这女孩的真名 都有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 所谓这个保护隐私 特别的出心大意 就这个是一个事 第二个就是大家现在 就是确实是 关键是很多细节的缺失 他当时的第一种说法 到底怎么性侵他了 这个当中的细节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然后第二个说 怎么又撤了 我怎么撒谎了 这个细节也没有 我们从头到尾 知道两个结果 是这么一回事情 没有 那面对这样 因为这样不是第一次嘛 我们经常说 可能普遍有信任危机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什么 第一个估计是说 判断是要炒作 你叫性侵定性炒作作作假 因为这一类的事情太多了 他有什么可吵的问题 没什么利益啊 没有 我意思说在网络 不管看到什么事情 所以我不是说 他去吵说 我说好多网民的反应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一般网民也好 公民也好 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查证 到底哪一个通告是真 所以对我来说 极好不断提醒自己 学会一个事 不要反应那么快 不要一看到这样 比方说他性侵你 我说你性侵他 我马上就骂 骂把你骂 祖宗十八代 一定是坏蛋 一定是什么 往往告诉事实 告诉我们说 对不起 事实是相反的 我说没有的 我说种种的 所以在一个这样错误的 没有信任的结构下面 我们没有办法 很无赖的 只能找自己对的位置 就是你先谨慎 不要永远那么快 站在道德高地出来 骂出来批判 只能这样子 对啊 像我们节目 就是著名的马后炮节目 所以这么多年来 节目越做越好 舒适力越来越低 枪枪三言行方 告知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示范 假如我是这个阿尔法狗 文涛狗的话 你看我脑子里就分叉 咱们聊这个事 咱们是往哪聊呢 有个策略网络 咱们是聊今天的青少年 有时候孩子最爱撒谎的 这个方向聊下去有希望呢 还是咱们聊聊 这个公安局的声明 如何有公信力 办案是不是程序上有问题 还是往这个地方更有希望呢 结果你看 文涛狗的选择 肯定是聊聊孩子撒谎的事 你看看这个 这个有希望 其实我每次在上节目之前 我在做那个research的时候 我有时候我也会在猜文涛的套路 会是什么 别问一个完全我不知道的事 但是呢 后来我就放弃这个东西 因为我也觉得你没什么套路了 因为你每次都会说一些 其实是完全另外的 让人觉得很惊喜的东西 这就跑跳跑不跳 你看出来 这就创意 对对对 创意不要套路 好 你说说孩子撒谎的问题 说孩子撒谎的事 假设他真的是撒谎 但我也奇怪 他第一次人家就算是撒谎 怎么是不语立案呢 我也觉得奇怪啊 这个先不说 撒谎的事情 孩子是会撒谎啊 那个有一个 你的孩子现在 当然会 现在进入就是开始说一些 其实没就是没有影的事 会的 而且他会编 比如说跟他说你看电视 你看一个某一个那个 那个动画片 看一集啊 我们就停了啊 你问他 我只看了一集 我一看明明是两集 比如说这种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以前一直看一本书 就是那个Montessori 那个人写的叫 童年的秘密 他里面提到一个蛮重要 他就是说孩子啊 他其实是会有一种 就是叫这个心理障碍 很普遍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呢 成人是允许他在玩的时候 你玩具 你画画 你越天马行空的 想象力就越好 你是越怎么来 他觉得这是好的 但是成人会限制 他这个想象力 只在这个部分 你跨越了这个部分 在你生活当中 你编造一个东西 他们就认为你是错的 那么孩子在这个两个 这个世界当中 他是有障碍的 他没法 他觉得我玩的时候 可以想象 我们一看到这个杯子 我画出来是一匹码 为什么我在另外一个里面 我不能这么去说 它是有障碍的 我问问你 他们有 我看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 三岁以前的孩子 撒谎 没有罪的 就是不是错 就是因为 因为说是三岁以前 还是我记错 还是说一岁以前 一岁以前 一岁不会说话呢 三岁以前 就是说他们还分不清 真实和虚构的分界 就对他来说 他想象的 比如说他说 小仙女儿到我后窗了 他可能 他分不清虚构和真实的界限 所以不能说他撒谎 因为一般我们在成人世界 说撒谎不好 是说因为你有能力不撒谎 那很重要的 我们假设你刚说三岁 三岁以前假设 你没有能力去分辨真假 可是之后呢 你基本上有能力不撒谎 或者说有能力去掌握 什么是真实的 有能力描述真实的 而真实是什么呢 真实就是communication 人间人质的沟通 沟通的基础 当我们什么都不是 就是没有 不晓得什么是真的时候 我不晓得你讲的东西 我们相信什么是真是假的 你知道那个赫拉利的说法 我们人最大的本事 就是相信不存在的东西 相信虚构 对啊 会虚构 当然那是政治语言 你刚说希拉利 我说人的那个 他说那个赫拉利 不是希拉利 你是克林顿 我原理说 当然你说八卦的 想象的 可是重点在于说 他说八卦的人 人也知道是假的 那时候也能证明是真是假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我们讲 把真实看得这么重要 那是人的沟通 整个Harvard Marx说的嘛 沟通如何成为可能吗 那是真实的基础嘛 甚至美国大法官说的 他写民主如何成为可能 民主是什么 民主一定是说 不仅是政治民主 我们之间的民主 是说第一个 你大概知道的事情 跟我知道的差不多的 不能知道 你知道一套 我知道一套 根本没有交集 第二个呢 你知道的事情 大部分应该是真的 我也是真的 然后我们才能讨论 才能投票 才能协项 你这个解释了 现在为什么在很多民主国家 出现那么极端的两个状况 大家所收到的资讯就不一样了 那变成说有民主的形式 没有民主的作用 实质性嘛 那扯远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我们不断说 教小孩不要撒谎 讲真话 因为不一定是说 为了想限制孩子的创意 而且说 那是人类社会沟通 人类社会成为可能的基础 只有建议在真实 可是什么叫真实的很难讲 像刚那个个案 让我想到以前看BBC 英国没记错的话 有个个案 很难过 有个父亲坐了20年牢 放出来是什么 后来是提早放出来 他说因为乱伦 他强暴了他女儿 当年他女儿在法院里面哭着 然后还经过催眠 回忆催眠嘛 说小时候怎么样被父亲性侵 什么叫 身内居下 那有罪了啊 而且有精神科医生给他催眠 回忆他以前三岁五岁的时候的情况 父亲坐牢判了终身监禁 后来为什么提早放出来呢 他女儿认罪了 说其实我当时是说谎 我觉得好可怕啊 那怎么知道他女儿后来认罪是真的假的呢 那谁知道 可是至少在那个时刻 他认罪他讲出一套的说法说什么呢 因为当时就是几个这样的医生 什么心理医生 我坐在那边压着我 在催眠 我都想睡觉了 不让我睡觉 又要我睡觉 一直催眠我 我就配合他们那说法 而且我当时很痛恨我爸 怎么爱我姐姐比较多 有时候对我打骂 然后我就说谎了 说对 我父亲强暴我 他有侵犯我 其实完全没有 所以他后来成长嘛 泪疚嘛 所以我没有说这个 内地荷兰的个案怎么样 我说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呢 像小君君你刚才说 对 到底是以前催眠是真的呢 还是后来认错是真的呢 但是那个Montessori的这个讲法 就是说他的意思说 这个我们现在人为什么能说的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撒谎是坏事 是因为我们经历一个 叫正常化的一个过程 就是成人就是正常化嘛 他说这个小孩子 有了这种所谓精神的 这个所谓障碍啊 他不是病是个障碍呢 他不一定一定要通过这个 去撒谎这个办法 而是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他甚至于这个小孩子变得 他很恐惧 或者是孤僻或者什么的 但有的小孩子呢 他说就像一棵树长出来一根枝 他就是会撒谎 他这个他撒谎的 不一定是他恨他撒谎的那个对象 而是他在成人的世界当中 受到了某种规管 他很想反抗 又不敢反抗 你比如说 这里边有一个信息的缺环 就是假如这个12岁小女生 假如她是撒谎的话 她为什么撒谎 说她被两个老师强奸十多次 你猜测有可能为什么呢 他我看那些就是心理学的例子 就是他也举了例子说 有一个小孩说 他的这个老师很欺负他 但那个妈妈去了学校 问校长 然后佐证各种方面 发现那个老师对他 其实特别的好 但是他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他在家里面 或者其他地方 他觉得自己受规管的太多 他不一定是针对这个老师 只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叫 受迫害妄想狂 有啊 但这个是成人的语言了 但也可能是这个老师 我们不知道 他这个老师可能对他某种 就说照顾的比较多 太多了 他反而他不喜欢 都有可能 对 而且甚至于 这个话题还得翻回来 就是说 你知道就是有点可悲的一个地方 就是还是 我就说还是关于这个真相 就是为什么不要掩饰真相 为什么呢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我现在总是发现 我们要珍惜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太脆弱了 真的太脆弱了 就是包括我们之间勉强达到的一个平衡 那都是很脆弱的 我现在有时候觉得生活里 有些人不太珍惜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种互利 怎么互惠的某种平衡 你别要求太高 大家都是刚好忍到这个程度 不要破坏这个 我说远了 我说这意思就是说 你比如说为什么有点可悲呢 你按说我到今天来说 公安局发了声明 我还是选择相信公安局的 我总不能说相信一个某个市民的 可是实际上 你看西华县的发这个声明 周口市的公安局发的这个声明 怎么你觉得有一部分网民吧 至少 他根本就觉得 网民变成受迫害妄想狂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比如说按照我 我今天我说 我现在也不是文桃狗了 我是受迫害妄想狂 我受迫害妄想狂 我甚至能够假设 你们谁说的我都不信 因为什么呢 我知道就你这么个小女生 你就是真被强奸了 假如有某种强大的势力 在那个地方上 一样可以绑架你 让你出来道歉 让你说你没被强奸 让你说你撒谎了 为了把这事给铲平了 我 我当然我这是受迫害妄想狂的 这个妄语了 对吧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你说信不信里面有个关键 有没有新闻采访自由 因为这种任何的这种 罗生门的事情在所有社会都会发生 可是我们看到里面会有一个力量在于说 有个争议 而且大家关心的 可能关乎公衣的 公共道德 公共利益的事情 大家会有不同的媒体去采访 而不是某一个媒体说了算 那这样就能够提供了相对 可以第一个 提供了可以验证的比较理性的 这算是片段的 碎片的 可是相对的可以互相有破绽 然后我们才能判断 不然的话没得判断 你说这个不经常我就想起 就是我这个朋友圈 我又看见那个原来三联生活周刊的王小峰 我们吃过一顿饭 也不算太熟了 但是我看他 他将要离开三联生活周刊了 我写那个文章 我觉得他写出了这些年 好多这个调查性记者 刚才就想说这个 这个调查性记者的这种唏嘘 就是说 今天的人们是因为什么原因 是不需要了吗 还是不能够了 按说对于这么样的一些事情 就是需要调查性记者 去调查真相 你也不能随便相信网民的 对吧 但是这些年你发现这种 深入的调查报道缺位了 所以你该把他们这些事业的 都找回来成立一个部门 但是我是想说 对啊 你说来说去整个事情 我们就是关于一个小孩子的 这个口供 所谓的什么上面 有金班的被子什么的 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存在不存在 这个事情存不存在 是可以验证的吗 到底是不是 这不都可以验证的事 没有别的力量介入 去问这东西去哪了 对 那可以验证的 除了我说有采访的 不同的声音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说法律 法律审判 虽然我讲这个 有些网民也说 马博士讲话三部曲 在外国制度什么的 有这些网民也说 都是套路 对 可是重点是叫套路是真实的 那为什么真实的套路叫事实 是真理 然后说法院审判 假如那个小女孩说的是真 那两个校长可以告他 对啊 可以反过来告他 法院会审啊 那有没有一个被信任的